上帝的灵要使你勇敢站立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西节书第二章 上一章 我们看见上帝在奇妙的意象中 向以西节显现 这一章 我们就要读以西节书 我们就要继续参与在这荣耀时刻 以西节领受了上帝对他的呼召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西节书第二章 以西节书第二章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站起来 我要和你说话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 灵就进入我里面 使我站起来 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他对我说 人子啊 我差你往背逆的国民 以色列人那里去 他们是背逆我的 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 直到今日 这众子面无羞耻 心里刚硬 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或听或不听 他们是背逆之家 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人子啊 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 你又住在蝎子中间 总不要怕他们 也不要怕他们的话 他们虽是背逆之家 还不要怕他们的话 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金黄 他们或听或不听 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 他们是极其背逆的 人子啊 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 不要背逆像那背逆之家 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 我观看 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 手中有一书卷 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 内外都写着字 其上所写的 有哀嚎 叹息 悲痛的话 以希杰先知说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 灵就进入我里面 使我站起来 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神拣选了以希杰 并且赐下他的灵 给予以希杰足够的能力和勇气 今天想特别祝福我们当中 准备进入新的服饰 和正在服饰行列中的朋友们 愿神赐下他的圣灵 进到你的生命里 就像他赐给以希杰先知一样 使你清醒 刚强 敏锐 能聆听他的话语 并且一路 以大难和慈爱来吸引你 紧紧跟随他的心意 我们且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的灵 进到我的生命中 使我刚强站立 也充满能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在服侍的过程中 能尝到主恩的滋味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观看